我看網友留言 嘿嘿嘿問說 請問現在是一個作者一個站著嗎 並不是好嗎 大家都會對我們當時的那個記憶有心 因為有一張照片是 我們大家都是站著 但是很多民眾 包含連吳子佳 吳董 都以為我是作者的 然後呢 佩君是站著 沒有 因為我們兩個身高差太多了 然後呢 現在可能椅子的高度差太多了 我們椅子的高度確實是差蠻多 大概可以給大家看看椅背 就可以看得出來 光是那個椅背的高度就有差 然後呢 這個唯非作歹都有票說 姑婆勇跟陳時臺 是公開支持激進黨的無心帶 怎麼辦 妥妥的公開支持他黨了 然後Remi Oki說 一定記住的是中間選民 看人不看黨 取巧心態不可取 是我的粉絲 他說要的是中間選民團結 而不是用團結去情樂中間選民 然後呢 這個還有這個 William Huang說 我就說比比看黨主席 人家賴清德處理多少選區 朱立倫各種睡覺 那一告說呢 不是3月31日 徐鴻廷爆料說 4年前有人投票 當天補腳也可以投 這不可以這樣子 這個我應該會嚴格的監票 然後呢 這個Mathias說 賴清德是不是政治網紅呢 蔡英文是不是政治網紅呢 然後William Gao說 戴職參選是全世界的通力 EVA令說 這個王世堅說 沒叫何之偉去不分區 或是入閣 那基本上呢 很多人他會討論一個問題是說 我們像我也是 你也是 我們都是現任的議員嘛 那希望轉換跑道 然後去升格立委 服務更多民眾 那這個過程當中 很多人會說 戴職參選是不OK的 我自己也回答過很多次這個問題了 那我想要請問佩君 對於戴職參選的看法 我沒有辦法講 他一定對或一定錯 因為最後還是要選民 用選票來做出決定 告訴我們他的答案 但是我只能很客觀的講說 在中華民國的選制 沒有修正以前 那他就會不斷發生這樣的事情 選上議員的人 在下一次立委這個選舉到的時候 他可能會想要升格 包括你包括我 想要升格服務升級服務 所以他會從議員的職務上面 去競選立法委員 選上立法委員的人 幾年之後可能發現 這個縣市長選舉 他也想要升級服務 所以他會從立委的職務上面 同時他去競選縣市長 這在過去都是不斷的發生的 這個包括民進黨今年 應該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有七位現任的立法委員 在去年底去參選 各縣市的縣市首長 然後他們也沒有 辭掉立法委員的身份 然後在落選以後 他們也繼續的擔任立法委員 然後民進黨對這件事情 也沒有任何意見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如果要講的話 國民黨不是特例 今年也不是特例 也不是唯一 所以這是藍綠都會發生的情況 那最後只能交由選民 用選票來告訴大家 他們的選擇 那但是如果你要單獨指稱 這是某一個政治人物 或者是某一個陣營的 這個怪象 那我覺得就太過偏頗了 對 所以我會覺得說 其實這個 所謂的代職參選 真的跟中華民國的選制 有很大的關係 那重點還是選民 他怎麼去看待 跟決定的這個問題 所以過去有些人 代職參選不被同意 有些人代職參選被同意 那所以等一會兒我們會討論到這個 總統大選 到時候又會有這個代職參選的討論了 但是呢在進到總統大選的主題之前 我覺得最近很熱門的一個新聞 也是跟這個馬前總統有關的 就是馬前總統去大陸訪問 那馬前總統去大陸訪問的這個新聞 大概是藍綠都討論了 大概一個禮拜左右 甚至討論的這個程度 比蔡英文去美國 我覺得還要來得更高 更有亮點 那所以說馬前總統回來的時候 那我們也去接機 包括佩晉議員也有去 那因為我們兩位都有被人家說 他是不是這個馬家軍等等 有冠過冠上過這樣子的一個稱號 那想要問一下 那時候你跟馬前總統打招呼的時候 他跟你說什麼呢 我是人生第一次舉手拿牌 去機場接機 然後我覺得突然一陣接很像 接著不是男友或老公 然後接著是 接著是馬前總統 那種電視上看到有沒有 偶像天團回來的時候 然後迷妹就會跑去 但其實我們去就是很單純啦 就是想要給在中國大陸訪問 而且這個為所當為 然後但是還是會遭受一些 莫名其妙攻擊的總統 一些這個溫暖 因為然後我想要當 我們想要當面跟他說一聲辛苦 這樣 那總統其實蠻有趣的 我覺得他出來看到 他大概也已經預知 會有那麼多人在等他 很多鏡頭人山人海這樣 他說我我我我 然後又走回來我面前的時候 我就說辛苦是不會啦 但是我吃胖了 代表他在中國大陸這邊的話 吃了不少的美食 對我覺得是因為他心情很放得很開 不然你知道你很有心事 或你壓力很大的時候 你一定時不下眼 但我覺得他因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然後他也做了他想要做的事情 沒錯 所以很多人可能會以為說他壓力很大 但是從他說他這個吃胖了 這件事情看起來看起來他的壓力 好像沒有到這麼的大 他是那想要奔配軍的就是說 你怎麼看待這個馬前總統 這次的出訪 你覺得對中華民國來說 以及對2024年的大選來講 馬前總統這次出訪 有對於這幾件事情 產生什麼樣的一些影響嗎 其實我覺得他的做法 有沒有符合主流民意 你看民進黨跳起來的程度就知道 你看民進黨跳起來離地的高度越高的時候 就代表馬總統做得越好 或者越符合多數人的想法 好那所以你回過頭去看 就會發現民進黨的這個 不管立法委員 議員 或者是各種側翼 一開始的時候就寫好一套劇本 因為他們就覺得 那個馬總統去到 對一定會怎樣怎樣 哪樣 所以就是稀反設施的 就是抗中保台 然後扣紅帽的那一套又拿出來了 那結果發現這個 去的好像跟我們原本想的不一樣 那怎麼辦 這劇本要怎麼演下去 所以就從雞蛋裡挑骨頭 變成雞蛋裡偷塞骨頭 沒講過的話 硬要塞到他嘴巴裡去 我到現在還是看到 有一些這個側翼 或者是一些民進黨公職 我不知道他們網路是壞掉 還是還在用撥接 不對啊 撥接也會通啊 瘋包吧 但還在講這個 照稱呼馬前總統說 他是馬前那個 馬前這個 就是一直在講 他當天就是因為他想不起來年份 所以講了一些贅字 就是這個1912年 這很正常 每個人都會啊 誰講話那麼順的啊 對啊 所以其實從去聽這個現場畫面之後 就可以還原很清楚 可是他們還是很無聊的 就是繼續在搞這個 馬前這個 那實在就是沒有別的好說 那其實我昨天看了這個 蔡總統在美國一場參會 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 應該在網路上面都有看到 蔡嘉賓 對 他坐在側邊的那個位置 然後吃餐盤桌上這樣 那我覺得是這樣 對外我們一定要說 我們的元首出訪 我們當然希望他得到 對方最好的待遇 跟最好的規格 但我們不會跟著外人 一起來嘲笑他 雖然對內我們可能 還是會去檢討說 那我們的這個 駐美代表處 事前的功課做得足嗎 這個場景是你預先會發現的嗎 這個符合國際禮儀嗎 對內我們可以這樣檢討 但對外我們一定還是支持說 他應該值得 美方最高規格的待遇 可是我覺得綠營在看 馬前總統出訪到中國大陸 這件事情的時候 不是這樣的標準 他跟著外面 跟著中國大陸的網友 一起來嘲笑馬前總統 說你看 你這個到機場去 沒有紅地毯 也沒有紅龍 然後只見到省籍的 這個什麼常委書記 也沒見到什麼大咖 但是見到的時候 他又會再找其他的理由 再去批評你 所以對民進黨而言 他設出了一個標準 是你永遠達不到的標準 就是說你再怎麼樣都達不到 本來一開始的時候 獨派教授許惟智能 他說 馬英九 你敢在中國大陸 講中華民國 我們所有獨派教授 全部去接機 其實當下這個 文傳會副主委林嘉欣 在同場節目就已經說 你說的是真的 你要確定 因為他真的會講 他說對 沒錯就是這樣 然後結果馬前總統 真的在中國大陸 他講了中華民國 他講了台灣總統 他講了民國 全都講了 這個時候 獨派的不敢去迎接他 馬上把標準提高說 如果他敢在習近平 面前怎樣 你要不要改成說 如果他綁架習近平回台灣的話 我要怎樣怎樣好了 誰在乎你怎麼樣 我說真的是這樣 我誰在乎你 台派教授要不要去機場 我們在乎的是 你今天有種嗆別人 那你要有種回應啊